接下来我们看互币资争的工具 好这个是绝对重点啊 这个所有的工具 我们必须要一个一个搞明白 而且要非常非常熟悉 好首先是一般性的互币资争工具 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再贴线率和法律通综 这三个被我们俗称为叫做三大法宝 三大法宝 首先第一个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呢 就是指的央行 我前面姐姐说过了 央行在债券市场上 就是银行间债券市场上 公开买卖债券 主要是国债啊 或者央行发现的央票啊都算啊 那么通过去购买这个债券 来改变市场上的这个基础货币 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 从而达到改变宏观经济目标的一个目的 这就是所谓的公开市场业务 好 那么公开市场业务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啊 公开市场业务 它呢 对经济的冲击作用比较小 对经济冲击比较小 好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为什么叫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小 这是相对于这个 这个啊 相对于这个法存率而言的 这个法存率不知道大家在前面还有没有印象 它是在那个存数当中是做分母的 那么在分母当中 你想看分母稍微动一点点 那么就会对整个乘数产生较大影响吧 所以这个东西动一动 那对于经济的影响会比较大 而相对而言公开市场业务没有陈述作用 所以相对于它而言 对经济的冲击较小 所以这个相对较小是相对于它而言啊 相对它而言 这是第一 它呢 对经济的冲击作用比较小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它可以随时的逆向操作 随时反向操作 这是随时的逆向操作 那么什么叫随时逆向操作呢 就是我们在这个买卖证据的过程当中啊 就央行在买卖证据的过程中 吞吐货币这个数量的时候啊 一旦发现这个操作有误啊 它可以随时的啊 做反向操作 把这个证据买回来会抛掉 比如说这个央行在市场上回收货币的过程当中 突然一下啊 可能因为市场的波动 本身目标是回收5000亿人民币 结果呢 回收了6000亿啊 都回收了1000亿 那其实这对市场上是不好的 就比如说只应当回收5000亿 结果因为经济的波动 我回收了6000个亿 那怎么办呢 很好办 反向操作 我将自己手上的1000亿的债券啊 将1000亿的这个货币啊 再去购买1000亿的债券就可以了 就把这1000的1000亿的货币啊 投放给市场 重新投放给市场 反向操作啊 这没问题啊 所以就是他可以随时的进行这种反向操作啊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这也是相对于他而言的 因为这个法存率啊 经常去调整不太好啊 不太好 而他呢 就随时的去进行调整 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同时呢 他调控比较准 调控比较精准 调控比较精准 这是也是因为他没有这个陈述作用 所以调控的这个呃 精度呢 比较高啊 就市场上货币供应量啊 到底多了多少啊 少了多少啊 他呢 就通过这种买卖债券啊 可以迅速的去收回目标的货币 或者投放目标货币啊 都是他可以完成的 那么公开市场业务 由于冲击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小 而且随时可以这个逆向操作 对吧 或者我们称之为 有些地方称之为相机决策啊 因为相机决策啊 有些书上这么说啊 可以看书上相机决策也是意思啊 就是给随时的根据情况去啊 来进行随时的调整 而且他可以连续操作啊 因为他对经济冲击比较小嘛 那可以连续操作相机决策 所以相机决策就是可以随时的逆向操作啊 一个道理 那么调控比较精准 所以他受到世界各国很多国家的欢迎 所以他是一个常用的这个货币政策工具啊 就是公开市场业务 公开市场业务 好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就是公开市场业务 想要去完成它的效果 它是有一些讲究的 有些讲究的 它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就是想要去通过公开市场业务 去完成货币政策目标 它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是央行手上要有足够的资金啊 去对公开市场产生影响 否则 比如说我市场上 这个我需要回收这个 呃 五千亿人民币的这样一种金融工具 对吧 我需要去回收五千亿 那么如果我手上没有五千亿的债券作为储备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操作的 明白吧 就是我虽然想去收回五千亿人民币 对吧 市场上多了 我要收回来 但是我是需要去通过卖掉自己手上的金融工具 也就是金融债券啊 主要是国债 卖掉这个五千亿的债券 去回收这五千亿的人民币 但如果我手上我没有这么多债券 那我是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 同时 如果说我需要上上头放五千人民币呢 一样的道理 我得手上有啊 对不对 我如果手上没有这么多钱 我想去做这个事情 我都完成不了 第一他需要有足够大的资金和金融工具 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操作 第一 第二 公开市场业务 他想要完成建立在要有非常非常发达的二级市场 啊 二级市场 我们还有印象没 二级市场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流通市场 流通市场 他必须要有非常发达的二级市场才能完成 为什么 因为央行在这个上场操作 他买卖 债券也好 都需要有对手方 有对手方跟他进行交易才可以 如果流通市场不发达 找不到交易方 我想买证券 没人买 没人卖 我想卖证券 没人买 那么央行 他一个人 他 孤掌难鸣 他一般一个人是玩不起来的 明白吧 也就是说央行想要卖证券 随时在交易市场上 能够找到交易对手 找到交易对手方 能够买他的手上债券 他想卖 对吧 随时有人买 他想买 随时有人买 那这个过程就能够帮助他实现相关的目标了 所以公开市场业务 他的第二条就是 他必须要有发达的二级市场 第三 想要实现公开市场业务 还得有其他的政策配合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提的 就是不仅仅是这些 还得央行还得采取其他措施 就是来配合公开市场业务 也就是说光靠他一个可能不行 对不对 他只是其中一种手段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公开市场业务这一块要掌握的 给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他的特点 要知道 对经济冲击比较小了 随时可以逆向操作 或者叫相机决策了 对吧 调控的精度比较高了 被事业各国用的比较多了 因为他的效果比较明显了 对不对 好 而且他呢 要具备了一些条件了 刚说了要有大量的资金了 央行要有大量的资金 和大量的金融工具了 同时要有发的二级市场了 第三 还有其他政策来配合 才能完成 好 这就是第一个 公开上优 第二个 再贴线率 再贴线率呢 前面说了 就是央行跟商银行 关于票据贴线的 这样一个提取比例 对吧 那么再贴线率 这个东西呢 其实用的并不是那么的多 用的不是那么的多 为什么那么说 因为在这个上面上 央行其实比较被动 央行比较被动 你就知道 他比较被动就行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央行可以通过调整 资金率 改变这个市场上 贵线率 这确实是这样的 对吧 但是啊 这个商业银行 目前的 他的融资渠道比较多 比如说 商业银行 可以去金融市场上去拆借 他可以自己发行金融债券 他可以有些 可以符合条件的 可以发行股票 对吧 还有些其他的方式去募集资金 那也就是说 他不许 他如果资金紧缺的时候 他不一定去找央行 找央妈去帮忙 他可能去通过别的渠道 他就完成了啊 这样一种 资金的一个融通 也就是说 他不需要将自己 未到去的票据 去找央行贴线 那如果央行提高 再贴线率 他如果不去找到贴线 那这个政策的目的和意义 就没有那么明显 就是而我央行提高了 再贴线率 我想做的就是 你来找我贴线的时候 我将这个手续费扣得多一点 让你拿到的钱少一些 对吧 影响你的货币的 这个供应量 但是实际上 商业银行不来找你贴线的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对吧 因为这个贴不贴线的 主动权掌握在人家商业银行手里 而不在你央行手里 你不能强制的要求人家来贴线 对不对 所以这就有点比较被动了 所以这个政策 再贴线率啊 用的并不是那么的多 用的并不是那么的多 好 这个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 第三个 法层率 这个法定存款准备线率呢 我们要找到它的特点 第一个 它对经济冲击比较大 对经济的冲击较大 为什么做的比较大 就是因为前面 它在陈述当中 它属于分母的地位 一旦法定存款准备线 稍微调一点点 整个陈述发生变化 对吧 前面我们那个货币陈述 等于这样吧 这是货币陈述 存款陈述等于 你看看 这个R 是不是都是在分母的 所以稍微调整一点点 对整个陈述会产生较大影响 所以陈述已改变 你办法陈述 陈三跟陈五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直接陈的倍数就发生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它就会对经济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它对经济的冲击作用比较大 对经济的这个刚性作用比较猛 所以一般各国啊 用的并不是那么的多啊 用的并不是那么多 而且它不可以随时经常操作 对吧 因为它因为它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你不能老是 时不时调整它 时不时调整它 它不像公开上义务 公开上义务呢 由于它对经济冲击不大 我可以随时反向操作 对吧 我做错了 我可以反向操作 对不对 但是它不行 你不能动不动调整它 动不动调整它 这个对经济的冲击比较大 只不过呢 这里要稍微多提嘴的是 我们国家比较特别 我们国家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比较特别啊 开个玩笑 那么法定从长准准率呢 在我们国家调整的频率 还算是比较高的 调整比较高 特别是从房价 这个飞速了上涨以来 我们国家多次调整 它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你知道法定从长准率 在中国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但在其他各国 它并不是作为常用手段 它不经常用 因为它对经济的冲击作用比较大 对经济冲击比较大 所以这是这三个 称之为一般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一般性的 好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看第二个 选择性的 这都是需要记忆的 选择性的 第一个叫做消费者信用控制 第二个叫做不动产 第三个叫做优惠利率 第四个叫做政策市场信用控制 第五个叫做缴纳进口保证金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选择性的 就是央行可以选择使用 也可以选择不使用 相对于说是一种 一种间接的一种补充 对于一般性的工具的一种补充 来看 消费者信用控制 所谓的消费者信用控制 是指的 针对于不动产 就非不动产 非不动产 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对消费者购买的 这样一种行为 加以限制 我们称为消费者信用控制 就是买这个耐用品 跟非耐用品 除了这个不动产之外 在购买的时候 可以加以限制 比如说 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去买车 我们去买车 我们买车的话 都知道这个4S店 是给提供贷款的 对不对 那贷款的话 一般现在4S店 提供贷款就是三年 有些车可能是五年 对不对 这个三年跟五年 这个时间上 其实央行可以加以调整 央行可以要求 所有的这个提供贷款 这种企业 金融机构 金融企业也好 对吧 可以要求这个时间 可以缩短 也可以拉长 那么缩短的话 就相当于说 它在限制你的消费 你想 如果说他贷款允许我 只允许我贷一年 是不是实际上是在 限制我消费 就不是鼓励我消费 如果消费者 他允许我这个 从车带允许我带10年30年 是明显的鼓励我消费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方面 他其实是对你进行 消费者信用控制 通过这个方面的控制 影响我们的消费的水平 尽量影响宏观经济 这是可以做的 对吧 包括我们买手机 你的首付比例 对吧 他都是可以加以限制 就是第一个消费者信用控制 不包括不动产 这搞明白 不包括不动产 要是消费者能 日用品 耐用品 非耐用品 都在内 第二个 不动产信用控制 这就是专门针对于这种 房产 这种不动产 进行信用控制 比如买房 它可以对你进行限制 比如说 现在很多地方出台了 这种限购政策 对不对 常常是有限购政策 那么这个 买一年的社保 才能买 对吧 那么还有很多地方 有二套房政策 第二套房你的首付比例 必须要达到60% 甚至70% 对吧 这都是对你进行限制 还有比如说 你的这个 在买第二套房 你的利率 没有优惠利率的 不想象任何优惠利率 而且在基础利率 基础上再往上浮 多少倍 对吧 那其实都是对你 买不动产 进行信用控制 那么央行 可以在这一块 可以收缩 可以收缩 可以放松 它都可以 它收缩 就是在鼓励市场上 这个行为 消费 鼓励你们 对吧 如果收缩 就是不鼓励了 对吧 它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来从经济生活 各个方方面面 来影响我们的 第三个优惠利率 这个优惠利率 其实最典型的 就是以前 我们以前存款 是有优惠利率的 这个存贷款 都有优惠利率 比如说 经常说贷款 就打个折 对不对 以前都有听说过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买房 有享受什么 97折 98折 优惠利率 就在 关键利率上 打个几折 那其实都是优惠利率 那这个优惠利率呢 它可以给 也可以不给 可以给 可以不给 所以这个方面呢 同样 央行可以通过 影响这个 进而影响 我们的 日常的一些行为 消费行为 投资行为 它都能影响 优惠利率 好 第四个 证券市场信用控制 这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证券市场 进行投资的时候 央行仍然能加盈 影响 比如说 有几类交易 属于信用交易 比如说 期货交易 就是典型的 信用交易 还有我们前面讲过的 股指期货 股指期货就是它的一种 期货是大类 还有股指 当中的股指 我们前面讲过的 股票指数 股票指数 股指期货 它都是信用交易 什么叫信用交易 我前面提过 不需要全额缴纳 我只要交一定的保证金 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想要控制100 价值100元的这种金融资产 我不需要全额缴纳 100元的货币 我就需要交到 它的一定比例 比如说交20% 也就是20元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动用这部分金融资产 我就可以利用这部分金融资产 去实现相关的一些投资收益 那么在这个当中 这个比例 是央行可以控制的 如果央行对这个比例加以调整 它如果调高了 其实就是限制你的投机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以小不大 以小资金玩大资金的这样一种难度就会加大 因为就需要更多的钱了嘛 对不对 但如果说它下调这个比例呢 那很明显 就是鼓励这种投资行为 可以更多的去以小不大 对吧 所以这都是央行可以控制的 信用控制 就是我们的信用交易 它可以加以控制 第五个 预缴进口保证金 这是对于进出口用的比较多的 特别是一个国家 长期出现逆差的国家 就出现赤字 逆差 可以对于进口商要求缴纳一定的保证金 这个保证金可高可低 那么都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经济 因为进出口嘛 进出口又会影响GDP嘛 说说吧 进出口也是拉动GDP增长的一架马车 所以这五个都是我们的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 都是我们需要去记忆的去掌握的 那么要掌握的要记忆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它什么意思就行了 哪些属于消费者信用工资 哪些属于不动产信用工资 我刚刚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都明白了 对不对 你了解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知道 有哪一些就是选择性的 这五类属于选择性的 你这个明白就可以了 就记得这五类就行了 好 一个是定义 一个是包含哪五类 接下来再看第三个补充性的 除了选择性的 央行还会使用一些补充性的货币政策 来看一下第一个 叫做直接信用控制 直接信用控制 是指通过行政命令手段 行政的手段 不是经济手段 行政的手段 直接加以干预 直接加以干预 来去影响宏观经济 直接行政命令 好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呢 有利率限额 利率限额 就是你的利率 最高额度是多少 对吧 它可以给你加以限制 比如说 以前存款利率 它上下有限制的 上幅最多是1.5倍 对吧 下幅无限制 无下限 等等 这样的 它给你这里限制了 最高1.5倍 不能往上挡了 限额 那么信用配额呢 就是你贷款的额度 我给你的配额是多少 比如说 某家银行 有3000万的货币资金 可以提供放贷 那么给的配额 就是2000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3000万资金当中 有2000万你可以拿出去贷 那剩下的1000万呢 不能放贷 不管你什么方式 不能贷出去 其实就是所谓的信用配额 对你进行下意的限制 第三个 流动性比例 流动性比例 其实在财务中 就是流动性资产 比流动性负债 对于这个比例 它加以限制 规定要达到几 达到2.5 3.4 对吧 它都可以加以限制 第四个 就直接干预了 直接行政命令干预 最简单粗暴的方法 直接干预 这都是直接性控制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 间接性控制 这种就是非强制性的 非强制性的 并不是行政命令手段 它是给你一些建议 有两种方式 一种叫做道义劝阻 第二个叫做窗口指导 道义劝阻 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的央行 它利用自己在一个国家 中金融体能中 特殊地位 核心 地位 对于商银行 或者是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 或者是这种 放款的这种渠道 给予相应的一些劝导 根据自己的经验 通过自己的一些信息的收集 给一些劝阻 就是这个事情你不能做 那个事情我建议不可以做 等等等等 给这些那些劝阻 因为它的地位很特别 它是这个核心 对吧 金融体的核心 第二 它有大量的金融信息 在它手上 所以央行给的建议 往往都是具备一定的价值的 所以往往给出这些建议 虽然它不是强制性的 这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大部分的金融机构 往往都会采取央行的建议 因为央行毕竟它的特 特殊的地位 造就了它 给出的建议 绝对是有价值 有意义的 所以道义劝阻 那么窗口之道是什么意思呢 窗口之道 其实所谓的窗口 就是所谓的计算机 就是远程的窗口之道 窗口之道呢 就是指的这个 这个央行啊 它对于日常的这种金融机构 特别是商银行 进行监管呢 它不用现场去 随时去现场 那么它可以通过 你提交的相关的数据 比如说你的资产负债表 你的利润表 你的现金流量表 你的一些 这个净资本的这个指标 你提交给央行 那么央行通过 它自己的专业的人才 通过它专业的分析 它对你这个 这些数据当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 给你向的一些指导意见 帮助你去调整 优化资产结构 这就是所谓的窗口指导 就是它通过你提交的数据 央行它就知道 你这个机构 或者你这个银行 有没有哪些问题 有没有什么潜在的风险 是需要去规避的 需要去完善的 对吧 这就是央行 常常采取的一些措施 这叫做窗口指导 好 那要搞清楚 间接性控制 它不是强制性的 再次强调 它不是强制性的 直接干预 它就是强制性的 直接行政命令干预 不太一样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这是我们要掌握的 从2013年之后 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金融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公开市场 短期流动性工具 SLO 短期性的 那这种是什么呢 首先知道它的特点就行了 时间很短 七天 七天 往往是什么呢 以逆回购为主 以逆回购 进行七天的这种 短期的放贷 释放流动性 主要针对对象 商业 政治性金融机构 好 什么叫逆回购 这个逆回购 我们这简单介绍一下 逆回购 所谓的回购 是指的这个 双方约定啊 就是将某种金融资产 将某种金融资 先 我先卖给你 我过段时间呢 我再把它赎回来 这就是回购 这就是回购 比如说啊 A A这个人呢 他呢 呃 急需资金 他手上有一批证券 那么A呢 跟B协商 将手上的证券啊 质押给B 啊 质押给B 那么B呢 拿到这笔证券之后呢 将资金啊 融给A 那么在这个当中 A呢 承诺呢 会在一定时期之后 将这个证券啊 给按照约定的价格 给买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回购啊 这个回购 当然我们在后面 还会去具体去讲啊 这只简单介绍一下回购啊 那么在这个当中 正逆回购就出现了 那么A呢 就是所谓的正回购啊 他就是以后要买回来的那方 B呢 就是逆回购 他就是逆回购 也就是B 他先把别人的金融资产买进来 然后过段时间还给人家啊 他就是所谓的逆回购 那么所谓的央行公关市场短期 这个调整工具SLO SLO 他就是所谓的逆回购啊 就是央行进七天的逆回购 那么所谓的七天逆回购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所谓的央行在市场上 他是在释放资金的 逆回购就是这个主体 这个B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 他是不是在释放资金呢 他将别人的金融资产买进来 将钱投放给他 那么如果这个决策是央行的话 实际上就是央行将市场上的金融工具 给买回来 然后把钱投放给市场 实际上就是在释放的东西啊 释放的东西 他以七天为主啊 七天啊 短期性的啊 这个我们知道就行了 第二个叫做常备借贷便利 SLF 这个我们知道时间就行了 他呢 主要是一到三个月 针对的是什么呢 也一样的是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跟政策型金融机构 那么提供的一种中期贷款啊 所谓的中期贷款 但这种方式通过什么方式呢 他是通过这种呃 抵押的方式啊 抵押 抵押的方式来方方贷款 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种啊 比如说 某银行 他呢需要去去去啊 融资啊 那么央行可以发放这个一到三个月的这个SLF啊 常备借贷便利 但是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什么呢 要需要拿这个金融工具来进行抵押 那么这种金融工具主要以什么为主呢 主要就是这种比较高等级的这种债券啊 比如国债了 就央票了啊 进抵押啊 对比如说你 你A银行想要找我央行来去融资 我可以提供这个SLF给你 没问题 但是你需要拿你手中的国债 或者是高等级的这种信用债券 就是这个债券等级比较高啊 然后呢 放到我这儿做抵押 然后我融资给你 那么一到三个月 然后给你释放一到三个月的这样一种流动性 好 所以这就是SLF啊 他的特点就是这个既释放流动性 又比较隐蔽 因为别人不太知道嘛 对不对 他通过抵押的方式进行 所以他的隐蔽性比较强 但是呢 又向市场上投放货币资金 释放了流动性 这是他的特点 最后一个叫做中期借贷便利 这个呢 也是三个月啊 他一般是三个月 跟他相比呢 他一般三个月 但是呢 他一般三个月还要延期 就是经常三个月之后啊 他还会延期 所以这是他的特点 那么中期借贷便利呢 他和SLF呢 在时间上有点不同 说他一般是一到三个月为主 他一般三个月及以上 经常是三个月 当然主要是三个月啊 那三个月经常延期 经常延期 他呢 采取的方式 一般是质押 一样的 质押啊 质押这种 这种高等级的 刚刚说的国债啦 呃 企业债啦 高等级的啊 一定是等级比较高的 呃 羊票啦 呃 地方政府债券呢 都可以作为他的质押品啊 所以这是 这三个啊 补充性的啊 这种新型的货币争承工具 我们只要知道的就是 第一个 他是七天时间就行了 第二个呢 他是一到三天 第三个他三个月 而且这三个名称知道就可以够了啊 具体他们的这个操作模式 你不需要去掌握的太深啊 你就知道啊 他们的三个名称 以及他们三个的时间啊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所谓的新型货币争承工具啊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四种 第一个一般性的 选择性的啊 补充性的和新型的啊 这些都是呃 必须要记忆的啊 必须要记忆的 不是说你对这个概念呃 就是他的具体的流程是什么 但是你知道他的名称 这是必须要知道的 因为一般都是考他的名称 当然那三个一般性的货币争承工具 什么公开市场业务啦 呃 调整在天气率啦 对吧 法定从整个军争 那三个概念 我们必须要掌握的非常牢靠 对吧 那个是三大法宝 那是必须要掌握的 好 这是那一块 接下来看 货币争承的传导机制啊 这个我们呃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里面有几个知识点啊 稍微知道 因为呃 有可能会考啊 有可能会考 来看一下 货币争承的传导我们讲过 他是有一个传导的一个过程的啊 有一个传导过程的 不是一步到位的吧 那么每一个传导的这个呃 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不同的学派 他对于这个传导过程 他有不同的一些观点 来看第一 凯恩斯 凯恩斯认为呢 货币传导的基础是这么一个传导的 好 这里面我们只要知道的是 每一个字补代表的含义就够了 我们来看 M凯恩斯当中认为第一个M 就是所谓的货币供应量啊 货币供应量 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水平 好 这个呢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我说利率高低 凯恩斯是有他的观点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供应量如果多了 供给少了 那么利率就会下降 因为简单了嘛 上上钱多了 钱不值钱 利率就下降 反之利率上升 那么利率竟然会影响投资 这是我跟大家说过的 I投资 影响投资 对吧 因为前面说利率高 则投资下降 利率低 则投资上升 那么投资会影响总 这个是总支出 投资就会影响总支出水平 整个上上支出水平 总支出会影响这个 Y就是收入 或者可以叫做GDP 国民收入 Y就是GDP 就是国民收入 会影响我们的国民收入 在整个的传导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掌握的一点 第一个是字母每个字母的含义 我们知道 第二个就知道 在这个过程当中 凯恩斯认为谁是主体呢 凯恩斯认为他是主体 利率 在凯恩斯的观点当中 他认为利率在整个传统中 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这是凯恩斯的观点 第二个 货币学派 货币学派跟凯恩斯的不一样 来看一下他的观点是 他认为货币供应量开始 当然 货币供应量影响什么呢 影响总产出 总产出 一在这里 或总支出也可以 或总产出 总产出水平 那么总产出水平呢 影响投资 投资在影响收入 投资在影响GDP 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货币学派认为 利率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不会作用任何因素 所以他认为利率没有关系 而认为货币供应量是核心 货币供应量是核心 这是货币学派的观点 货币学派的观点 第三个叫做财富传达机制 他认为的整个这个过程上 这个代表人物不用去讲 我们只要知道这个过程 字母代表的含义就行了 这个P是什么呢 P就是这个价格 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证捐价格 证捐价格 或者是股票价格 债捐价格都可以 价格会 价格的改变会引起财富的改变 W就是财富 比如说价格上升了 这个股票股价上升了 那么意味着就是 手中的财富就多了 财富变多了 会影响消费水平 财富多了 消费多了 对吧 消费呢 会影响收入 消费影响收入 说了 消费是拉动GDP的一大环节 对不对 所以消费会影响我们收入状态 所以这是这三种不同的这种观点 我们在这里面要知道的就是第一 凯恩斯认为利率最关键 货币学员认为货币供应量最关键 这个没有说 好 那么这里面每一个字母代表的含义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关于货币政策 它的一些相关知识 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工具 以及货币政策的概念 这都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块大家去多加练习 对于那些概念 我们要去深入去了解 好 那么这一节知识 我们就暂时到这 我们下讲 我们再回来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订阅